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相信你是蒙福的人 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 今天我们所要阅读的经文是记者在以赛亚书49章1到第7节 主题是神的命定与呼召 神所使用的人拥有神的生命的命定与呼召 相信这个祝福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以赛亚书49章1到第7节 神的话这么说 众海岛啊 当听我言 远方的众民啊 留心而听 自我出胎 耶和华就选招我 自出母父 他就提我的名 他使我的口快如刀 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 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 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 对我说 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必因你得荣耀 我却说我劳碌是突然 我尽力是虚无虚空 然而我当得的礼 必在耶和华那里 我的赏赐必在我上帝那里 耶和华从我出胎 造就我做他的仆人 要使雅各归向他 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 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 我的上帝也成为我的力量 现在他说 你做我的仆人 使雅各众支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尚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 对那被人所藐视 本国所争恶 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 君王要看见就站起 首领也要下拜 都因信实的耶和华 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 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的命定与计划 以色列是神 是蒙神所选招的 神要在以色列身上得荣耀 以色列的赏赐在神那里 神看见以色列为尊贵 并且要是力量给以色列 神使以色列成为外邦人的光 相信这样子的祝福与能力 也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段话语五个祝福 第一个祝福要深信 自从你出母腹 神就选招你 你拥有选招的恩典 在第一节说 所以你一生有选招的恩典 选招的祝福 第二 神的一生要 你的一生要充满荣耀 第三节说 对我说 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必因你得荣耀 所以你一生 你的生命会充满荣耀 第三 在神那里必有赏赐 在第四节说 然而我当得了你 必在耶和华那里 我的赏赐必在我的神那里 亲爱的姐妹 要相信你在神面前的摆上 神要赏赐你 你的赏赐在神那里 也要加倍赐福于你 第四 神看我为尊贵 也成为我的力量 在第五节说 耶和华从我出胎 造就我做他的仆人 要使雅各归向他 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 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 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 神要视你为尊贵 也要成为你的力量 天父要大大祝福你 第五 神的复兴 要使你复兴 并且成为外邦人的光 第六节说 现在他说 你做我的仆人 使雅各众资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事 尚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使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己 前兄姐妹 要相信 神是以色列百姓的命定 也要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 使我们拥有天父的选招之福 让你无论在何处 充满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 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爱我 我相信我一生的命定在你手中 我愿意活出你的命定与旨意 我领受你选招之福 充满荣耀的生命 你必为我预备赏赐 我相信 你看我为尊贵 并要使我力量 我领受负现的应许 我是世上的光 无论到哪里 能为你发光 荣耀你的名 谢谢天父 我是蒙福的儿女 祷告 奉靠 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阿们